大家好 我是娜妮 娜妮今天要来分享整趟圆梯 好 那我们先来处理下摆的地方 那把布放平层对齐好 那先把皱的地方先给它烫平 烫平之后呢 我会在缝分上面利用运斗 给它往下移 对 让缝分变得比较平整一点 才不会你穿起来的时候那个缝分它会往上翘这样 好 下摆好了之后呢 再来趟那个斜边 也就是侧边的地方 女生它会做逍遥 所以它会有个弧度 那男色的话就还好它是做直线嘛 那就是不管直线还是有弧度 你的运斗就是要照着它的那个 它的线条这样子走 你不能说它是那个凹进去的地方 然后你给它故意拉直这样 对 这样其实是不太好的 好 那再来呢 我们再来换来整趟的领子 那圆梯最重要就是它的领子的地方 它是呈现一个半圆形的弧度 对 不能是那个Nike的弧度 因为这样看起来会不好看这样子 所以你就是歪的地方把它拉正 然后运斗就是靠过去把它整趟做形 就是像我影片这样子 好 那领子呢 处理好之后呢 你就连带的顺便把袖子的地方给它烫平整 好 再来换另外一边的那个袖子 那我这边的袖子 我在一整趟的时候呢 通常我都会把尖线呢 好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把我的尖线抓对齐 对 我在一整趟的时候 通常都会把我的尖线抓对齐 然后再来整趟我的袖子这样 就是应该要 它缝分应该是对齐的地方 该正的地方你都要把它对齐好 那有时候呢 就是在整趟那个袖子的地方呢 袖子呢 在袖子的接合处呢 对 就是这个弧度 有时候我会利用那个 运斗它尖线的地方去把布呢 去把布呢 拨平好 去把布呢 拨平好 好 好 那整趟好之后呢 我就会再看一下我的领子 有没有需要再加强的地方 那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我的领子 其实它还是有点歪歪的 对 因为这些衣服穿的其实还蛮 蛮久了 对 好 那你可以看到我领子上面有一个波浪的形状 你就是利用那个运斗的那个蒸汽把它运平 对 这个 螺纹的地方穿久都会这样 那是大体移动的地方 您的量头 因为要靠近了 我可以看多了 但是开玩了 如果我们可以看多了